主要是利用這個樂透彩資料 樂透彩的話呢 它的規則我這邊有講過啦 每一期大概禮拜二、禮拜五開獎嘛 開出來就七個號碼 六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那所以呢我們需要 假設我的需求是這樣 我是希望能夠把這些所有資料先下載下來 OK,現在已經變65頁了 又要更新了 所以喔 這個程式以後的話 你可能要自己按照實際上發生的狀況去做改寫 那當然好處就是說啦 以前你如果要把這些資料全部抓下來 你要花很多力氣 就是土法鏈鋼的動作 但是呢如果你希望可以呢 執行一個程式就自動全部把它下載到Excel的話 那你就可以馬上統計出結果 那效率一定是相對的差距很大啦OK 所以現在很多工作 其實要的就是這樣子 因為其實現在都大數據時代 所以所有東西資料量都非常龐大 也就以前 還可以慢慢來 但現在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你會想說 資料量少的工作已經變成 歷史了 歷史名詞了 所以以後的話呢 一定資料量都非常龐大 遇到這麼龐大的資料怎麼辦 OK首先你要思考說你會不會爬蟲 所以慢慢以後可能會有個技能需求就是你要會網路爬蟲 如果你不會網路爬蟲 那怎麼辦 以前的做法不就什麼 選取之後Ctrl C Ctrl V 他要做多久啊 而且如果假設你們老闆是博弈業的話 他希望你把這邊全部的資料都都下載下來的話 而且每天更新過之後你要再跟再把它下載一次 那這樣花很多力氣 或者甚至是什麼 還有美國的 歐洲的 澳洲的 馬來西亞 日本 他是韓國的 越南的 哇 UK應該英國的 那這樣不是一堆 所以你會發現全世界有這麼多的彩 那我們只是取其中一個比較常見的就大樂透好了 大樂透 其他當然還有什麼 六合彩 金彩539 威力彩 之前好像印象中威力彩蠻厲害的 他上看獎金13億 OK那如果說啦 假如說 大家不小心讓你 這個簽中那個號碼的話 那不得了了 你可能就真的是可以提早退休了 你可以環遊世界了 我現在疫情沒辦法 但至少啦 只是一個希望 OK 那只是說要怎麼算 那你會發現 像很多 有很多人每天都在算這個名牌 甚至我把這個影片放在YouTube 還是常常會有人說怎麼樣去算這個名牌 當然我們不是教你算名牌 我們是教 爬蟲啦 OK所以要怎麼樣快速的爬下來 那首先第一個 我在雲端上有放放一些資料 像 因為這裡面牽涉到網頁 你按右鍵 這邊會有一個所謂的檢查 或者是檢查原始碼 那你可以看到他其實就是背後就是這東西 這東西就是HTML 如果你們以前有學過網頁設計的話 那背後語言就這些 當然我們不是說要你 去看這些東西啦 而是至少知道他背後有這些東西 我們可以去Patch 然後 再來的話 第一步 我想我們按照步驟好了 第一步其實我是 利用那個Excel裡面的一個功能 叫資料裡面從Web 其實從Web就可以把資料抓下來 那我是把它錄製成聚集之後 把它整理出一個 一個程式 那這個程式的話因為有點複雜 所以我幫各位整理 那所以這個你可以把它拿來當範本 那所以第一步的話你可以直接把這個範本複製 然後貼到我們的這個哪裡呢 貼到我們的 開發人員裡面的那個Visual Basic這邊 那當你要貼上之前請你先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因為我講過了反正每一次 只要你要這個寫VPA程式的第一步一定是模組 然後並且呢 把這個程式貼上 因為這個就是sub 那這個sub的話呢 意思是說我下載第一頁啦 那其實最大 最需要知道就是這個網 那這個網址從哪邊來的 其實這個網址 就是熱透雲裡面的第一頁 所以其實我是怎麼點 就是點這個1 然後他這邊就出現了 那你會發現 他其實就是呢 有個參數啊 叫indagePage等於1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呢 我現在在第一頁 那所以他就跳第一頁 那如果你把它點2的話 這邊就變2了 當然你點這個2 跟改這個2是一樣的 你看點一下這邊 上面變2對不對 那你想說那我第3頁怎麼辦 你不用點3了 直接改這邊就可以了 3 enter 那第3頁就跳出來了 所以以後的話呢 我只要怎麼 不斷的變更這個網址 然後把所產生的資料抓下來就好了 那跟各位講一下 這一段程式基本上 就是這樣的概念 那這個的話 其實indagePage等於1 1還沒改 所以你會發現執行的話 他會下載的是 第1頁的部分 那如果我要第2頁怎麼辦 你就輸入2就好了 然後按下一頁 但是你會發現 按2的話 他會下載第2頁 不過他會有一個事情發生 就是說他會把什麼 原來的第1頁怎麼樣 擠到右邊去 那這邊的話變成什麼 第2頁 那不對啊 理論上應該如果你要下載的話 應該是把那個第3頁的話一樣 你如果第3頁 再執行一下 他就變成再擠過去 這邊1、2、3 所以如果你64頁全部執行的話 他就全部擠過去了 那不對啊 所以應該怎麼做 應該是這樣子 先把他全選 delete掉 我們重來 應該是說你先下載第1頁的時候有沒有 他現在是空的 裡面沒東西嘛 所以執行的話 可是你當你下載第2頁的時候 怎麼樣 那你應該跟他講說 我要下載的位置 是Ctrl向下 Ctrl向下他會跑到什麼呢 我們的最下載應該是放在這裡才對 所以應該是Ctrl向下 91加1 所以 我們應該放在哪裡 放在92 所以這邊有個參數 A1有沒有 意思就是 這個要Distination 就是你要放哪裡的 參數 我把4稍微放在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把它改成12好了 OK 那你會發現 那如果要改成這邊的話 你就把這個數字改成92就好了 然後執行 你會發現 他會把第2頁 Index倍率等於2 然後這邊改成92 執行 他就變成放在下面了 那你想說 在第3頁怎麼辦 那一樣Ctrl向下 那變成什麼了 18 2加1 183 所以呢 只要把這邊改成183 然後這邊改成3 有沒有 那在執行的話 就有了 第3頁 那也就是 如果我要把全部的資料下載下來的話 其實關鍵地方 就是在改哪裡 改這個參數 跟改這個參數 兩個 就完成了 那可是問題要怎麼樣改 跟各位講一下 這邊的話 上面應該你們看影片應該都有 這邊第1個 請你把這個名稱 改成 本來要大陸下載 你改成P次好了 P次就是全部的意思 那所以呢我就加兩個字 我把這個輸入法改一下 我用以天的 然後這邊改成P次 好 第1個 第2個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 這個地方 有沒有 改成I 那I的話呢 我們範圍是 在上面先打了 4 所以記得 Enter兩下打一個 4 I等於 第1 到 第65 本來64 所以變65了 因為上面看到 然後Enter兩下打一個 NAS 再來的話呢 把這個 Wiz到EnterWiz的程式 搬到 4跟NAS的中間 然後記得 Wiz到EnterWiz按個 意思就是說呢 我在這個回圈裡面執行 這個I的變動 然後呢 我再來就是把這個 Index Page 等於3 這邊1啦 改成什麼呢 改成I 那I的改法前面有講過 你把它Delete掉 算號兩個 移到中間 E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I 然後呢 並且把 End的前後 空格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 第1步了 OK就這樣了 OK 這個改法前面做到蠻多啦 所以這個細節 各位在自己再看看前面的部分 好第1步喔 但是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 他會 像剛剛一樣 會一直往右 擠過去 所以呢第2個的話我們要改什麼 改這個 有沒有 A1 第一次是A1 那之後的話就向下追蹤 所以為了達到這個效果的話 我想到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呢 先把它全部刪掉好了 就是當你現在呢 所有資料都沒有的話 所有東西都沒有的話呢 那我 做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在for下面這邊 按個TAB鍵 這邊 做一個邏輯判斷 判斷 如果 那我怎麼知道 裡面是完全空的 我假設 應該理論上 A1裡面是空的 那應該這裡面都是沒下載 所以我這邊的話 就打一個Range A1 然後A1有沒有 A1 然後 這個就指的是這個儲存格 如果是空的你就打一個等於 這個 這樣意思說 它裡面是不是等於這個啊 如果是True的話呢 那就執行下面程式 不是的話呢 那就是Als 所以 Range 然後 Range的話就是執行它下面打的這個程式 我們現在還沒打 我們先把結構先打出來 那反之呢 反之就是說 如果有放資料的 比如說它第一頁已經下載了 那就第二頁吧 第二頁就向下追蹤 記得這邊一樣要 END IF 反正呢 如果做邏輯判斷 一定是IF 什麼條件 那為True就是做這個 為False就做這個 那為True的話呢 我們增加一個變數叫R R這個是自己取的 叫等於1 所以呢 可以把這個1 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位置 OK 那如果反之不是 比如說它已經下載過 那R的話就等於向下追蹤 那追蹤的方式就是 從那個什麼 A1 這個好像前面也有講過 從A1Ctrl向下 Ctrl向下就點END 然後前掛斧一下 跟它講方向 向下追蹤一下 追蹤到之後呢 告訴我它的列的位置 點RAW就可以了 OK 然後再來什麼 記得要什麼 下一列 下一列的話就加1就可以了 那我們有R之後的話 那我們再把這個R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位置 本來應該是E啦 好有沒有 那特別注意喔 因為呢 這個字串 E已經在最右邊了 所以呢你其實不需要 再用之前的那個方法 當然你用之前的方法也可以啦 全取然後 兩個雙引號移到中間 然後ANDAND移到中間 加一個R 然後前後空格 這樣也可以啦 這樣也可以啦 不過 我在程式裡面是 就寫這樣子 ANDR 為什麼 因為AND空的沒意義啦 AND空的等於是 等於是多詞一曲啦 所以怎麼辦呢 這個可以刪掉 所以最後呢 你們在雲端上面看到的程式 應該是ANDR 因為有同學常問說 老師為什麼你前面都是教那個 和I是這樣子 一定要有前後這樣串 為什麼這邊只有這樣 因為他剛好在最右邊 所以我們ANDR 就可以了 OK 好那這樣的話 程式基本上就改完了喔 所以呢我們就是把 大樂透 下載 改成P次 那主要呢 增加了 兩個東西 第一個的話是FOR回圈 然後改這個 OK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一個邏輯判斷 有沒有增加一個R的變數然後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 ANDR OK 所以如果這兩個你OK之後的話呢 那剩下來就很簡單了 因為呢他就會自動幫我把1到65月的資料 大概在幾秒鐘的時間裡面呢就全部 下載下來了 那下載完之後呢剩下來的話其實我們只需要什麼留下大樂透號碼跟特別號就可以了 那其他刪掉的話 其實怎麼做比較快 當然我前面講的是用程式來解決 但如果你不用程式 也可以啦 比如說我們可以用資料 裡面的排序 有沒有 那排序怎麼排比較快 其實你會發現排序就是你特別號這邊我試過用A到Z 為什麼A到Z 你會發現一排之後 他的那個什麼呢所有的資料都出來了 不要的資料在哪裡 Ctrl向下 有沒有你如果在特別號Ctrl向下 不是特別號應該背注吧 Ctrl向下 有沒有 那 這些下面東西其實都是不要的 所以你就只要把他選起來之後呢 Delete掉就好了 不過你會發現他選好久 這個選的方法 不OK 我建議是怎麼選 你可以比較快的方法是 這邊按Ctrl向下對不對 然後找到要刪除的頭 點一下 那要刪除的尾巴呢就是移到最下面 對不對 然後按Shift鍵 這樣比較快 切記喔 你不要說慢慢這樣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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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 可能要選好幾分鐘才會找到 因為5000多筆 然後再來就把它刪除掉 這樣子就留下來了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邊的話就是我們要的資料了 但是呢會還有另外衍生的問題 就是 六個號碼怎麼樣 他中間有加豆點 所以需要什麼 需要把它分開來 那這個後面我們再來看好了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那個上禮拜重點回復習一下